我们来到我们当地的一个牧场叫Walnut Ridge Farm 咱们一起看看美国的牧场究竟是什么样的吧 这个牧场离我家大概有15分钟左右吧 因为我家就住在美国民村的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里好多小小的羊啊 他们这里也卖羊肉 牛肉 还有鸡肉 给大家再看看这个农场大个两岁 非常的偏僻一个农场 现在在山沟沟 虽然牧场的主人还没回来 我们在这里等一下他 我们刚刚给他预约了 这是他们的放草舵的 牧场主人看到我们来了 就开着他的割草机和我们见面 于是牧场主人开始给我们介绍他的肉了 他们所有肉都是农肉 因为在美国有规定这种牧场主 必须要有特别的资质才能卖新鲜的 不然的话是卖这种农的 这两个农场里面全都是被育叶的肉 有些人一头一头牛的点沙那种 这里牛肝超级便宜 一块钱一斤 然后买了一只牛舌 这个牛舌是5美元 因为美国人不怎么吃牛舌 所以很便宜 这里陆陆续买了差不多10斤左右的 牛排级的牛肉 一共是50多块钱 然后这里的土鸡蛋也挺不错的 非常大个5块钱一盒 这个是他们农场后面的 我们来一起参观一下吧 哦 这里好多羊啊 哦呦 这羊怎么一看到我都来了 咦 啥意思啊 没有 我没有吃的 哦 这羊 呦 对我还是挺感兴趣的嘛 哦 小羊羊 摸一个 不让我摸 他以为我有吃的 咦 这里还有鸡鸽 你看这里也都是散养的全走地鸡 应该买点鸡肉的 这只鸡鸽不怕人 看一看 哎呦 不怕吗 哦 这里还有一只大狗 应该是他们牧羊犬的 哦 这个好大 你看 牧羊犬 守卫这个庄园他们 这远处还看到很多羊 但不知道是牛羊在哪 可能是另外一批 哦 牛在那儿 很远的这里 这里还有一片羊 这个应该羊肉了吧 好像没什么羊毛的一样 这还是个羊肉 我们运牛的车就在这里 牛车 运到屠宰场那些 我们说怎么找不到牛呢 确实没有牛 这是另外一家人的他们的牧场 哇 这个羊生活在这里 好舒服啊 全是在羊羊的 然后羊羊 这个牛是灌在这里面的 我发现牛棚也没放出来 听了很多牛在那儿叫 咦 我们在走之前 看这里有孔雀 它卖四样的孔雀的 孔雀拿来干啥呢 我在想吃 是它烂吗 好了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美国牧场 就参观到这里了 刚刚买了十斤牛肉 差不多美金五美元六美元 这个 但是这个价格怎么办呢 我觉得还是很便宜的